嗨,大家好,我是莎莎 耶,是这样的 我发现我儿子现在学的东西越来越深了 他才是幼儿园 就是等于大班 因为在香港也没有说有大大班 所以9月份的时候就要上一年级了 昨天不是放假吗 在家里面做中文作业 类似造句就是把括号里面的字 就是把括号里的字要放到这个句子 然后把它变成一条很长的句子 类似这样 还有就是数学 三位数加起来的数学 也在学 当年我五岁多的时候在干什么 好像还被我妈打了 你说到一年级怎么办 我还会不会教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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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在干活的时候,你看我的孩子 最近看了内地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就是父母围着孩子团团转 特别是上了小学 眼看我儿子就上小学了 我感觉自己好焦虑哦 特别是昨晚还看了香港的宣戏妈咪的视频 她说可能要平更之类的 因为孩子的学业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变得很焦虑了 不知道有没有过来人可以指点一下 好了,这期先到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这里在干什么了 洗洗睡吧 如果喜欢我视频记得关注哦,拜拜